烤肉食材放上鐵網烤得滋滋作響香噴噴 中秋節到處都舉辦大型烤肉 台南東區去年大型烤肉滿滿都是人 不過今年登革熱大爆發 防疫人員全副武裝每天深入社區 在民宅喷藥 台南登革熱疫情暴增 讓民眾質疑 這樣還要繼續烤肉嗎 烤肉也是會煩熱啊 就想說他安排得很好啊 我們一定有跟我們保重啊 他台北都有出來掃 全台登革熱疫情爆發 台南28號就新增了 三百二十五例 一共已經累積一萬一百九十六例 到現在還在高點 但部分區裡跟社區發展協會 仍在中秋節晚間 在公園有舉辦烤肉晚會 讓民眾質疑 是否無視疫情嚴重性 穿這個淺色的長袖長褲 然後噴灑防紋衣 然後我們已滋生 這個硬梅紋的積水容器 都要清除乾淨 登革熱疫情還在亮紅燈 但烤肉不停辦 提醒民眾穿淺色長袖衣褲 一邊烤肉一邊防紋 記者賴慣張 臺灣台南采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